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前段时间的国庆节不知道大家出去玩没 反正小编是没有 因为太堵了 高速路上堵成狗 尤其是在快到收费站的时候感觉超级堵 收费站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然而不得不说今年还算好 变换进出站闸道 增加应急收费机 提前与刷卡等等措施也是层出不穷 虽然有所缓解 可是堵车问题依然严重 历年来高速收费站与驾驶员的矛盾从未间断 我们也在深思收费站要赚钱大家理解 可是为了一己之私不顾他人的做法 是否太让人寒心呢 高速公路是为了大家旅途更加便捷 既然如此收费也是理所当然 可是现如今一到假日必堵 三米一启动两米一刹车的路 要走上十几公里 反而更加不方便了 那都这样了 凭什么还要收费呢 有些地方一堵就是几万十几万人的堵 不说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且汽车排出的尾气又会造成多少污染 又会消耗多少汽油呢 小编有一次五一的时候和朋友出去玩 在高速路上堵了快五个小时 亲眼看见有昏车堵在高速路上 新娘哭花了妆 看见没带食物和水的人不断询问其他车辆 是否有多余的食物 可否有钱满一点的等等 至此小编就没有再节假日的出去游玩了 至于现在相信大多数人都觉得要比前几年好很多 很多省都出了新的收费方式 对于堵车的情况进行了调整 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在呼吁制定高速公路免费放行的规定 更要求全国所有收费站执行 相信在不久后 高速公路真的可以让大家高效快速的通过